房屋税的自住房屋定义出炉了 包括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持有数 上限将合计为三户 也就是说超过四户以上就必须要加克房屋税 这增加幅度有限从1.2%提高到1.5% 特别的是统计之后发现 全台拥有十户房屋以上的人竟然多达了一万七千人 意志囤房非自用住宅 房屋税将从1.2%提高到1.5% 而可以维持原税率的自用住宅 如何定义财政部将以加雇为单位 包括本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以三户为限 一户的五百多万户 那个当然绝对是排掉的 所以八百万户里面五百万户是绝对排掉的 就加上到1.5%而已 就加上0.3% 所以大家也不用看着说要克重税 也没重税啦 就是1.5% 目前拥有三房以上的人数约68.2万人 最特别的是全台有一万七千人 拥有了房屋数超过十户 也是可以逐步渐进 也不要说一下子打击面很大 然后让税捐处也承受不了 一年后要变为两户也不是不可以 所以也是循序渐进 打房交税自助如何定义 最后还是要看有居住事实 记者林家贵 潘金人台北报道